电边豪华盲庆酒店是盲庆集团在电边省电边市建设的第二座酒店 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单立支持和创销的便利条件 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必要的投资手续 场地腾控交接手续 投资主张货币等环节 并正处于开工建设的阶段 预计将在2025年第二季度投入营营 在当地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我们已经办理了所有的相关手续 随后我们会加班加点赶进度 争取早日将其投入实用 近期电边省正在致力改善投资营善环境 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及时处理行政手续和政地拆建等 积极听起声 节起诱 书起混 在2024年上半年 电边省已对七个投资项目的 投资主张进行审批 涉及的注册基金约7900万美元 我们采取多项措施来吸引投资 特别是与投资者举行座谈会 以介绍本省的发展优势 让投资商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适合的投资领域 2023年电边省的省级竞争力指数达66.77分 比2022年提高了31个位置 排名全国第31位 这一成绩体现了电边省在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方面 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 彰显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果断行动 创新举措和精准指导 我们省将继续召开会议 对省级竞争力指数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合理调整 为了持续提升省级竞争力指数 各级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以及领导人的带头示范和指导 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 是电边省大力信投资的重要基础 行政手续改革取得显著进展 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 市融市贸和乡村面貸日信悦意 未来电边省将继续多挫并举 打造更加换送便捷的投资和营商环境 以信投资者的目光 助力当地生产进行活动发展